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熊企 出生于1995年 我现在是成都市京剧研究院 我在里面主要是负责道具设计制作这一块 因为我属于是川具世家 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熊市家族的第四代船 这是从整体的一个家族的氛围影响 从小在这个圈子里长大 所以说对川具是轻入独钟 17年那一年有一次集会 就是国家艺术基金川具联谱艺术人才培养 我就进了国家艺术经济班 再加上后来我们那个主客老师 现在我叫他师傅 师傅他今年也85岁高龄 他是现在成都市唯一一个川具联谱的老艺术家 因为我是他的关门弟子 现在我就越来越喜欢这个东西 到现在我都一直在传承 这是我去年创作的一套1米8的脸谱则 它上面总共有75个脸谱 川具脸谱它跟其他脸谱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川具脸谱它讲究四个字 叫做一人多谱 其他具种脸谱它叫一人一谱 川具脸谱的一人多谱就是说一个人物 同一个人物它的脸谱它会发生改变 这就是川具脸谱的最大的一个特色 川具脸谱它是分为人神鬼三大类传承艺术 咱们得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 要与时俱进 我当时做的那个用十二生肖 它的那个动物的脸形 介入咱们川具脸谱的图文 还有就是那个符号在里边 它也属于是一种创新的一个形式表现 因为它脸谱它更多的还是得手绘 学习绘画这个脸谱之前 你首先得把这个戏看懂 要是不把这场戏看懂 你就永远画不出它的感觉 从绘画脸谱的角度来说 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 看你是否做不做得住 现在一天 我知道我画脸谱的时间不下十个小时 这几年就是说 我主要还是以做那个文创产品 比如说像脸谱折扇 像那个脸谱面具 像那个脸谱卵石 这一系列 这几年我绘制的脸谱应该在来 2000到2500左右 熊企工作室它就成立于今年的7月份 主要是以传承川剧脸谱文化艺术这一块 做传统艺术这一块 就是手工制品 就是川剧脸谱绘画 第二个也会负责教学 其实我们进校园就是说从18年开始 最主要的就是教他们如何绘画脸谱 19年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摩洛哥 当时就是以文化交流的形式 把那个川剧脸谱带入那边 我们现在做的不就是传承这块文化吗 那传承得让更多人得让他们去了解 川剧脸谱它是要分门派的 当时川剧脸谱最顶峰的时候 有30多路门派 但现在就是我们师父一个人还健在 我现在工作室已成立 我想把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工作室做大 想方设法的大量传播进行 比如说像那个做文创也好 自个儿出那个脸谱画集 还就是说脸谱理论方面的一些书籍 通过这些手段把这东西给继续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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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